大政治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午安 我是周玉琴 大家午安 我是徐甫 高雄市長韓國瑜 現在有很多的代名詞 你聽過什麼草包 土包子 毒鬼 酒鬼 色鬼 這還不夠 現在還變成了地鼠 韓國瑜今天就自比他是地鼠 一直是被打 一直在被抹黑 但是民進黨對付韓國瑜 你以為只是像我們去逛夜市 還是去玩那個打地鼠 那麼輕鬆嗎 當然不是吧 是精心在鋪排的一整套劇本 你看之前丟一個麻將這個照片 就讓大家覺得說 你看韓國瑜他是說謊的毒鬼 然後丟幾張 他比較晚出門的照片 就讓大家以為韓國瑜他很混 好 現在又有名嘴加碼來爆料了 說之前在報導跟拍的 這個電子報 其實他們早就接獲民眾爆料了 說韓國瑜他都是不批公文的 都是副市長李四川在批 所以韓國瑜就是韓籍混 韓國瑜是韓籍混嗎 等一下我們要好好的問問 他的幕僚 稍後我們會花一點時間 我們要連線野新聞局長王潛秋 讓他來好好的講一講 好 這個綠營明代 是不是打韓比問政還要認真 我想大家心裡有數 但是我想其實支持韓國瑜的 這些觀眾朋友 你在看這些相關的新聞的時候 你不要覺得說我血壓高 我心臟病 我現在睡不著 我知道有很多大哥大姐 都這樣跟我反應 說他們現在就好悶 好像就又不敢看了 都不敢看電視了 真的 不需要 因為你看我們大政治大爆掛 你只會覺得很好笑 因為有王浩宇 因為還有黃潔 因為有很多綠營的明代 他們常常都有一些讓人覺得 真的好好笑的演出 你看王浩宇 王浩宇不是又PO出來一個舊文嗎 他有提醒說 在印尼這種回教國家打麻將 恐怕是觸法 但其實王浩宇他沒有做足功課 因為巴黎島沒有錯在印尼 但是巴黎島是印度教為主的 另外還有許多像什麼高敏林 黃潔 我們今天其實也都會 好好的讓大家來看看 他們真的是還滿妙的 你說很奇妙 私菸案就很妙 大家要知道今年有漁民 他走私香菸被罰600萬 現在我們的官員走私罰多少 罰華膳罰15萬 差那麼多 沒錯 理由是什麼 理由更妙了 叫做擅自移動貨物 所以以後我們打人 我們就叫做擅自移動拳頭 我們如果性騷擾的話 我們就叫擅自移動身體 請問這樣可以嗎 對 但是我們也不要 常常在罵政府 其實像民進黨政府 最近有一個大家覺得 好像不錯 說要調漲基本工資 也是好消息 很多民眾很高興 仔細想想 不是說為了拚大選再討好 難道是說現在我們的景氣 已經復甦了 經濟有變好嗎 可是看起來 蓬勃發展的是黑韓產業鏈 說到這一行 真的是全年無休 上游 下游都很努力 你看跟車跟拍 還有跟出國 跟進市府檢查公文的 可能都有 然後公園裡面長蘑菇 兩年前被斷頭的榕樹 現在翻天覆地找出來 要叫韓國瑜出來面對 有時候 都說要他負責 對 韓國瑜都要負責 蘑菇為什麼長出來了 樹為什麼死了 你得要來看看 都是韓國瑜的錯 還有看看數字 要非常細的看 然後看細目 看看如何把韓國瑜 去酒色財氣這個產業者 總目標 努力去邁進 其實要為這些 黑韓產業類的廣大員工 要叫區 因為他們耕耘的 辛苦的經濟的成果 現在被拿來漲基本工資 來大撒幣 他們辛苦真的是不容抹滅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要來看看 到底他們有哪些豐功偉業 好啦 還有韓國瑜 他真的是假數名珍愛錢 不是這樣說了嗎 說你看他競選經費花很多 對不對 花很多 然後後來也有結餘很多錢 但是那些錢哪裡去了 不是拿來做文章 拿來被酸被黑嗎 今天我們也會告訴大家 到底那錢流向是如何 我們先來介紹來賓 中文時報王峰社長 玉琳希甫大家好 資深媒體員謝岩斌 子森好 大家好 還有黃毅林醫師 我是黃毅林醫師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員陳輝文 大家好 沒禮起 好 介紹我們這邊 台北市議員佑淑慧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晚一點我們龍介先 也會來加入我們的討論 好 觀眾朋友我們首先就來看看 在今天我們第一張電視牆 要跟大家來說什麼 打地鼠 打到韓國瑜 韓國瑜市長今天自比地鼠 他覺得實在是太誇張了 現在是怎樣 是要對韓國瑜要毀他 就要來毀滅他的人格開始嗎 說他什麼偷懶 遲到 然後現在還要說他不批公文 所以就要說 以前我們就在講 韓極混 韓極混 你看真的吧 他就很混 但是他真的混嗎 今天我們來看看 這個韓國瑜說 這個他 講他是可以名利雙收的 黑他是可以賺到錢的 他就像是一個地鼠 每天被打 每天被打 那麼難道 現在一直在跟他 連到了國外也一樣被拍 而且還是專業的機器在拍 請問那是國家機器在監視我嗎 當然他會提出一個這樣子的質疑 可是大家要想想看 這是不是一個 早就已經安排的 非常緻密的一套劇本 包括韓國瑜他被跟拍 拍他什麼 晚出門 然後用好幾張照片 還標出了時間跟地點 現在就有續集了 什麼是續集呢 就是這個 現在有名嘴說 韓國瑜上任之後 根本沒在批公文 真的 所以你說 這是不是裡面 都是一段精心的鋪牌呢 可是我們要讓大家來看一下 之前在玩那個 還滿有意思的 瓶蓋挑戰 其實桌上就是那個公文 好 等一下 我們就要讓大家來 好好的來了解一下 你說市長的新聞局長 王潛秋局長在線上了 好 我們現在接上線 我們趕快先來跟潛秋局長 來連線 喂 菲姊姊 王潤 郁晴跟異帥 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是 午安 好 我們今天首先來開始 談的就是 市長沒有在批公文 他就是偷懶談集混市長 你要先回應一下 對不起 我可以插播 先講一下我們現在高雄 我們區域在停班停課 但是三點半市長 就要趕再去開一邊 之後現在會議 所以在高雄 我要讓大家知道說 以前也許 大家都知道 有什麼關的事情 現在整天大家都在看高雄 我們更要非常的謹慎 是一刻都不得閒的 所以大家在晴空外的時候 高雄一定是在緊張的 所以現在正在下大雨 市長是不得閒的 其實我們在市區的時候 現在有陽光 可是山區的區域 對 那馬西亞消防對不對 超過200毫米了 是 是 另外強調的是 也許這些一直不斷在抹黑 黑函的供應鏈 他們找不出貪商網法 找不出買很多私菸 也沒有辦法是抓出來 他做一些偷雞摸狗的事情 所以就只好不斷的找一些 憑空沒有證據 都吸來打人市長 那怎麼可能一個市長不看公文 那尤其是聘請的這一位 甚至還曾經是我們的老同事 是一位名嘴 那其實如果在 聽說你要講八卦辦局 怎麼說都沒有關係 但如果你公開一個節目上 控制控一位政治人物 他的公務的行為的時候 那是有把他責任的 其實市長已經最近 組成了一個非常嚴謹的律師團 那這個律師團其實是準備要對 所有相關這些抹黑黑暗工業人 來進行 隨時都在那裡提告的 但是因為市長是很不希望 輕易啟動這樣子的機制 所以除非必須 不要上一次提了告 那麼現在其實大家真的都要謹慎 其實非常多的這個幕僚 包括律師團都建議 像這樣的情況都應該要開稿 但是市長都說 其實我們再給他們一些 緩衝的機會 他可以再查證 再修正他的說法 否則外天到晚這樣被 萬一被大家都當成一個 比這個忙碌忙碌 每日每夜的市長 弄到一個連公文都不簽 這是不可思議的 的確 所以錢小姐 這個我們還要問一下 像這個名嘴講出來之後 我們看到前文化局長尹烈 他也接著說爆料說 在網路上 他也聽市府裡面的朋友講說 這個現在好像所謂的 我看一下 城會取消 然後市政會議改到10點 還是說市長常常遲到早退 好像他好像還在 文化局的任職一樣 其實很清楚的 更白明的把自己的背景 給曝光出來 他為什麼一天到晚要搞霸函 一天到晚要罵市長 就是他只是一個落選的 敗選團隊而已 他是前市府的團隊 幹嘛管我們新建市府團隊 怎麼上班 怎麼做事呢 他應該要以市民的身份來監督的 說我們大家做得好不好 對市民是不是有貢獻 那麼老師以前市府的首長 上班時間來揮換 我們有自己的做法 其實以運行來講 我們照常還是有開會 應該怎麼照我們沒有開 我們用我們的方式 現在什麼時代了 這個數位跟新媒體的方式 大家很清楚的 哪有一定啊 每一早 哪有報紙用紙本一出來 我剛開始他們說 就是要把所有新聞用紙本 一張張印出來 每個人一份桌上一大堆 這樣也是浪費公務員的利益 也浪費資源 不過沒有必要 其實有更多聰明的方法 大家就可以掌握 即使最新的情緒做判斷 那麼可能他們古時候是這樣做 但為什麼我們現在這樣做呢 那哪裡的證據 哪一隻眼睛看到所謂渠道早退呢 如果有證據在拿出來 或者這樣憑空瞎說 只是凸顯自己的無知跟無能而已 現在其實很多的公文 也都有所謂的電子公文 那我們也很想知道的是說 因為今天韓市長在回應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這樣子的批評說 他什麼不批公文 其實到底懂不懂 這個高雄是怎麼樣在運作的 我想潛秋你藉著這個機會 來告訴我們 那到底是怎麼樣運作的 而且最簡單的一個問題就是 這到底是誰在批公文 是韓國瑜 還是通通都推給李四川副市長 其實公文制度 本來就有他的規範 分層負責的流程 比方說如果公文標準假 那就是葉框石副市長絕就可以了 但是你就是李四川副市長 就是以甲乙餅這樣來分級 那麼如果是市長要覺得呢 他就不需要有甲乙餅 他就自動的就只有市長來做簽合 那麼基本上市長每天至少 我們算是平均數 一天只要簽個十幾份的公文 十幾份 那多的時候當然就會更多 連我們局長都一樣 連我們局長都不是每一份公文 都要簽到這裡 有時候主意決 有時候副局長決就可以了 那麼這是基本的common sense 所以不可能所有的公文都給某一位簽 那麼或者是說像李副市長 在公務上的專業 他認為他的專業他決定要就可以 他就可以代決 那麼這個自己的專業的判斷 當然在分層負責的層次裡頭 要尊重各位副市長 那不然要那麼多副市長幹嘛 都市長一個人做 那不管分級級的開設 通通都市長清資訊 那到底還要這麼多員工 這麼多事務所長做什麼 這是基本的要尊重專業 還要尊重這個官體是該有的分工 是 田航局長 我們另外再請教一下 就是說其實也有人在討論 從這個禮拜一開始 就一連串的爆料說 包括市長上班的時間都被掌握 另外還有之後在市府裡面 有沒有什麼公文流出 或是說有沒有批公文這些事情 也有人在講說 市府裡面是不是還有人 在持續的爆料 或是爆料給特定的媒體 我們市府有沒有 在做一個清查的動作 其實我們一開始都是希望 粉著愛與包容 那麼所有的員工 文官體制是應該 你服務給 服務的是政府 服務的是人民 不是服務政黨的 所以一開始我們真的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不管你之前是前朝的誰 我們都希望大家一起 認真的會告訴我們努力 但你確實發生了很多事情 比方說前天才剛剛 附廣我們已經在準備送考試 在進一步來嚴懲的這一位 他根本就是在上班時間 發給書罵市長 那麼散播罷免 那甚至有人結局 他在上班的時候發罷免書之外 那麼同時他甚至 他是管公文書的人 他是未出谷 可是他居然就 疑似是他把公文卸出去 那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他那段時間 有些原因 只有他碰到那個公文之外 同時他自己手指頭拿公文 放上媒體的這個手指頭 也曝了光 就是一下子就露線了 那當然內部其實也沒有秘密 連首相群組的一些對話 偶爾會說怎麼媒體上就出現了 那麼等等這些現象 對我們來說 的確是非常非常的困擾 那麼基本上 文官是政府國家考試進來 我們也不可能 特別要去做什麼 我們真的只能 在有問題裡 有重大詳細的 我們另外一半 但是如果說 在現有的文官指數底下 大家是公務人員服務 我們只能說用勸導的方式 希望大家能夠 一起來為城市 為國家來努力 不要說為了個別的政黨去 去做打擊一起的工具 那不是很浪費 這有什麼意義呢 意義 現在是要能夠讓 讓我們為國家做點事情嗎 是 那麼我們講到一些 對 在走到哪裡 就會被跟拍跟偷拍 當然除了媒體以外 是不是有更多的系統 上次有人闖進市場市啊 是 那各種各樣的情況 不可惜都發生在高雄 那就是我們到 新常在到這裡來 簡直是大家都說 我們應該要什麼 正本欺人做很多事情 可是其實真的是有的確 就是難上加難的一些困難 我們只能進行為 讓我相信只要是純的正道 你是用的正心 正義去做事情 那麼這些錢不歪道的做法 總是有一天他會踢到鐵板的 好 謝謝賢秋接受我們訪問 我想現在非常忙 等一下其實我們也希望 要持續來關注 就是在高雄現在的山區 因為這個雨量非常的大 所以有部分地區 都甚至已經是停班停課了 我想等一下我們也會持續的關注 也謝謝賢秋接受我們的訪問 好 我想一開始我們先來請教一下 這個韓濱 韓濱我們在剛剛一開始就說 現在你看 真的都是有按照一些的鋪排 在操作的 你要說他偷懶 他很混 現在就甚至說偷懶到混到 這個公文都不批 可是你剛剛已經聽到 王潛秋局長 他做的一個最新的回應 非常的直接 我覺得從去年12月25 韓國瑜就此以來 其實韓國瑜已經陷入一個狀況 就是全民公敵的狀況 就很像當年威爾史密斯演那部電影一樣 他一天24小時隨時有人在監視他 然後他的身邊可能一大堆的spy 隨時要把他的消息向外暴露 所以我覺得這個 當然大家覺得說 這個已經是違反民主政治的 一個基本精神 也就是一朝天子一朝城 我們本來就是人換了之後 你至少要等一段時間 讓這個團隊有一些 具體的作為出來之後 你再來批判他或再來檢討他 而不是其實從他上任第一天開始 你就想盡辦法去找他的麻煩 現在看起來是 就是這樣子 很明顯 尤其是 我覺得居然有媒體會說 是民眾爆料提供給他說 連續跟監六天 你這個媒體 你會相信這種人也非常奇怪 我以前在媒體 我就負責帶狗仔隊 我老實說 你連續六天這樣跟監 這個人告訴我 他是一般市民打死我都不相信 他要嘛就是真信社 要嘛就是有媒體 或是受過專業訓練 更可怕的是 他搞不好根本就是國家單位的人 他根本就是專職 在負責收證的這些人 他才會不斷的跟 不然一般民眾他在閒 他有什麼無聊而且 專業到這種地步 你要知道他一路跟車 那個攝影機都不會晃的 是啊 很穩 對啊 那個不是經過訓練的人 很難這樣拿的 要不然就是他直接有個架子 直接可以架在車上 那個是多專業的設備 一般民眾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所以光是畫面就已經露線 你們還好意思講 你們自己媒體身為媒體 有這種專業 你還敢告訴人家說 這是民眾提供的 你自己在騙誰 你自己會相信這種事情嗎 你們媒體內的這些同業 你們會相信這種事情嗎 然後去巴厘島那個也很扯 那個說什麼 韓國瑜在那邊跟人家 第一個韓國瑜 他本來就沒有要防的意思 他就是在大庭廣眾一下 而且說也有看到民眾在拍 然後一般正常的人 你從後面拍到這個光頭 你看不清楚他的話 你會有耐心等到一兩個小時之後 慢慢移到這邊去再拍嗎 你正常的人一定就是 正常的情況下 如果你真的想要拍他 韓市長看這邊就拍了 不就這樣子嗎 你為什麼要那麼怕被他看到 所以你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你這個人拍的心態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不言可遇 大家自己都知道 這是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八個多月來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會發覺同樣的事情 不斷的再重複 包括之前光晴爆料那些東西 然後講光晴爆料那些東西 我大概三月就開始聽過到現在 不斷的重複 半年了 換個字式再來一次 證據呢 到現在為什麼講了半年 證據還是不拿出來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到底要等到多久 才能拿出來 最近又有名嘴在電視上 有講說他看過韓國瑜 什麼花天酒地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 他既然都已經說 他看過那個錄影帶 然後他居然用那種 很影射的方式說 像那種場合通常都是有女的 你都不是看過了嗎 有沒有女的你認不出來 你是怎樣 你勢力要去做檢定了嗎 你都看不見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嗎 連男的女人都分不清楚嗎 為什麼要用這種影射的方式 你確定你看過那個東西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去講話 然後小玉也是我們同業 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小玉講這個東西老實講 半年前我們也都聽過 這有什麼 這個到底講 我覺得網路上這種留言一大堆 媒體借這種留言傳來傳去 我們都知道是誰傳出來了 傳出來這個人的證據 拿出來給你看沒有 我覺得我們做一個新聞人 最基本的 也是保護自己的一個態度 你要講這個東西 是不是你要先 再聚給我看最正確的早 我才敢這樣講 如果只是這個人這樣告訴你 你為什麼要相信他 我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說真的 如果會這樣傳佈這個消息人 我覺得他連公文的基本sense都沒有 沒有一個公文 如果每一個公文都是要到市長才能簽 這個政府一定早就探獻 這個市政府一天多多少少大小的事情 怎麼可能 這一定是分層負責的 你到哪一個程序 有哪個程序去簽 而且不要以為公文就只是簽而已 我覺得你是連續去看太多嗎 公文我要簽之前 我是不是要仔細去看看 這個公文到底在講什麼 他是不是值得我去簽 中間是不是有疑慮 是不是我要發回去 要叫他們去重新處理 這個不是說我拿起筆來就簽而已 如果只是這樣的話當然很快 所以我就覺得那些認為 公文不會堆積的 我覺得才會比較奇怪 公文大會 我以前自己也當過很多地方的主管 很多公文我也要重新再思考 我要去審慎的了解 這個對公司或是對我的單位 到底有利還是有弊 然後他哪一這樣實行下去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這些都是我們要去評估的 哪有這種拿起筆來就簽 你根本就是個橡皮圖章 你把你的圖章交給你秘書就好了 你何必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會去做散佈這樣的留言 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沒經過大腦思考 反正聽到一個八卦就傳出來 另外一種就是居心剖測 你就是想要做韓黑 你就是想要去污蔑一個人 老實講 我不認為韓國瑜是聖人 我也覺得高雄政府 永遠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但是我一直強調一個東西 最基本的就是 你要指責一個人 是不是先把實際證據拿出來 你把實際證據拿出來 大家都沒話講 該檢討就檢討 該處分就處分 這沒什麼好說的 反倒是剛剛淳秋講的一個 很重點 他們現在在處理這個員工的時候 這個人是負責經手公文 他的手指都被拍出來了 你還要否認什麼 你上班時間就在做這些事情 問題來了 這個人其實是個代理職 你知道這個人是個代理職 他不是正式的員工 你現在把他從 本來公文的這個地方 把他調到一般事務股 現在有人說你會不會又幫他 製造一個空缺 所以我覺得中間有非常多的弊端 但是我只能建議高雄市政府 不要再去姑息 不要再想說有一些東西要忍耐 沒什麼好忍耐的 老實講綠營現在的策略 非常清楚 不管大小事我先告你再講 我覺得這個態度很好 像陳菊最近告我 下禮拜要出庭 我覺得很好 就讓他攤開來 我們用司法檢驗 看法官或是檢察官認為 我對還是他對 上次三立告我的時候 檢察官就直接認為 三立在胡說八道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就直接不起訴了 同樣的下禮拜 我也要去告訴檢察官 這個陳菊憑什麼告我 因為這完全都有媒體 相關的證據證明 我就照這樣講的 這樣講如果都不行的話 中華民國沒有值得 扣官評論的地方 同樣的我也建議韓國瑜 你基本上能夠告的盡量都告 但是有一個我是此反對 就是陳鴻昌不能告 你知道為什麼陳鴻昌不能告嗎 因為陳鴻昌講得隱隱色色 模模糊糊 而是講過去式 你知道他並沒有講時間點 所以你要告他 基本上成立是滿困難的 因為這我以前也是跑社會 跑司法這些東西 你只要有經驗 至於楊丘昌 你到現在不告我都覺得很奇怪 楊丘昌講得這麼明確 對 他說現在進行事 而且是小三 酗酒 夜店 請他直接拿出證據來 拿出證據就告他 我不相信這個楊丘昌會贏 所以就是這樣子 你要分辨哪一些是值得 很明確的一定要告 哪一些告其實是有困難的 我覺得高雄市民 不要趕快釐清這些東西 而且立刻告 管他是媒體人 管他是政治人物 管他什麼東西 反正亂講的 全部都告就對了 我覺得你現在不採取這些策略 來不及的 因為這些已經囂張 把握到一個極致 那個引力已經放了不知道 多少亂七八糟的謠言在外面了 你們到現在沒有針對他 做任何事情 沒有針對他做任何舉動 我非常的不滿意 這不叫追殺政敵 因為這個人已經給臉不要眼 這個人自己自甘墮落 這個人不告他 老實講根本沒天理 韓國瑜今天他覺得莫名其妙 怎麼能說我不批公文呢 他今天都自己講得很清楚了 他說我每天都在批公文 而且都是十份公文以上 他今天也做出了最新的回應 我每天都在批公文 邱明玉邱小姐到底搞得清楚 搞不清楚狀況 我每天最少平均要十件公文以上 其他還有分層負責的 市政府是一個有機體 每一個副市長 每一個局所長有他職責 秘書長跟三位副秘書長都有他職責所在 到我這裡 我每天也都在批公文 怎麼會這樣說我不批公文呢 我是覺得非常的奇怪 真的 你再仔細想一想 反正就隨便講韓國瑜 也不用錢的 還可以名利雙收 就像我 我就突然感覺到 我在吃茶葉 我習慣吃茶葉 說我在吃檳榔 這個隨便講都不用負責任 邱明玉到底了解不了解 高雄市政府市長辦公室 每天批公文的情況 你也不了解你就隨便講 我覺得太奇怪了 好 這個名嘴 其實我們都很熟 當然他昨天在這個節目上面 自己所謂的爆料 他其實也是聽來的 他去聽誰說的 是聽某媒體的主管 在跟他參會的時候所提到的 這個媒體他是怎麼講的呢 他其實就是這個 後來報導了有關於 所謂韓國瑜晚出門的這一家媒體 那麼就說事實上 早在這個新聞報導之前 他們就曾經有接獲民眾的爆料 民眾就看不下去了 說韓國瑜他就是什麼 不批公文 所以這一切的一切 才會經由一個名嘴的口中說出來 那麼當然在今天 我們剛剛看到了 韓市長的一個最新的回應跟說法 對 我們看到了 不管是晚出門 不批公文 無星市政都在這一週發生 就小時候寫週記 這一週的題目叫做韓集混 我們就看到這麼多的事情 就接二連三在這一週這樣借聯出來了 揮公文有兩種 一種是 就是我充分授權 分成負責 所以最好有需要市長掛來才來 以前有人一種市長是怎樣 所有的公文都會拿來我看 我不一定揮 這間有照我交代給我們收集嗎 那間有照我交代給我們標收益嗎 你是在檢查 所以那是一個結局 犯罪的結局 付責三千幾個 狗還沒把我們称 就是公文都有看 我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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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看這種公文 韓國有不是 處理 負責 混戰 改動這個市長 改動那個市長 改動副市長 改動副市長 所有工匯推動這樣不太快 以前不是 看很多公文 不是在看內容 是在看有照交代這樣處理沒有 所以沒拒絕 不用用這個稍微捨 用這個稍微捨不可以 什麼幾點 最半幾點 我感覺奇怪 對六七日你敢知道 去對一個人專業的國宅 日式休息對一個人 一個愛國營你敢知道 一日愛國營你敢知道 不知道 如果有學生的 像我去教育 四萬二 沒學生的六萬 一天 一日 SOP就是要有三至四的人 一組 那樣很飛機 再來要有工具 氣固 譬如說像 比較沒這麼大台 差不多這個一半 這個一半 你現在車像我騎到旁邊 你已經坐車了 我現在有人騎到旁邊 在你的旁邊 停車上的時候 手給我看 那個就把你對 GPS就給你黏在你的車上 你現在車走一走我就可以對 後面要對你去哪裡 一清二廁 所以韓國的這麼刑定 這麼清楚有沒有 我高度懷疑 這個是不是跟阿欽嫂 有連國安特勤加急 不夠吃百貨用整 你在自己坐 就是說你幾點起床 卡電幾點打開 電費幾點比較乾 高手在民間 出門的時候是幾點對不對 換車下去 下去到第二營的時候 幾點再換車起來 有人吃百貨用 韓國的現在變成透明人 你知道嗎 這個做什麼你們知道 一個人會恐慌 他要讓你怕 是 我利息少時在幫你對 一個人敢有台灣敢有需要 雙骨 雙腳這樣 這是在幫你控制 為什麼過去人在控制的人 都跟你說 你兒子敢是突然 沒有一間國小幾年 幾年幾班 幫你問 這就要讓你怕 是 恐嚇你 恐嚇你的目的就是讓你什麼 讓你心生畏懼 然後心生畏懼之後 選不下去 然後再套過網路 作為選舉公共的地方 是 然後讓他們的網路 1450 專門在報仇 包括打牌也一樣 過年李高梅 李高梅 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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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牠們牠們在那裡 這樣就做 合格在上面 當上面沒有一張一把 否則他就報 韓國瑜出國豪賭 對不對 所以這媒體 實在說要有丹波的良心 不要用這樣 我感覺同樣 這個一定要想出來 到底是不是國家去 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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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牠們牠們 是我們的院長 院長 請蔡總統不要用國家機器對付 5月23號曾經講過的話 然後再來 牠去開火 那洋學院 八個人什麼開火都去洋學院 那是在我們台南市政府 設在台北市的辦公室 如果沒有 蔡英文這裡是不是 認識到 如果沒有說這裡 我還不知道說 我們台南市政府 在台北市有一間辦公室 你給我看看 那跟韓國瑜現在被拍那個照片 這樣看起來很像 那個規格跟手法跟角度 沒有 都一樣 所以我高度懷疑 六千條懷疑你用一個機器 在對付牠 現在就是用那個機器 他們好用 參六千條你就會不會對 這樣叫這組合去韓國 你聽到沒有 就這樣 所以這些人是不是 用國家機器 命我們的火鍵錢 來對付韓國瑜 用作於選機的工具 好 其實被跟拍 這個韓國瑜市長 他今天也有提出他的質疑 他說難道現在 真的是國家機器 在對付我嗎 來 我們看一下 真的內行就可以看 我們在巴厘島 打麻將那張 右手做的我太太 左手做的我的兒子 可是那照片 不是一般手機照的 現在是人手一機 正常情況大部分人 基於好玩 好奇 或者留作紀念 都是用手機照的 可是那張 那兩張照片的話數非常清楚 那是專業照相機 是有朋友提醒我 我才驚覺 這不是一般手機照的 當然 朋友就說 這是不是有人在跟蹤 是不是怎麼樣 所以我 我當然希望不要這樣 國家機器 國家的資源 不要這樣濫用 一路這樣盯著 高雄市市長 目的何在 可是這個照片 大家仔細去看 不是手機照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讓很多人心裡面起疑鬥 甚至新聞界朋友說 他覺得全身 雞皮疙瘩都起來 怎麼會被跟蹤的這麼厲害 現在韓國瑜 從頭到尾 一天24小時被檢驗 而且過年 春節 我想我在高雄市 沒有打過一場麻將 這什麼意思 我當高雄市長 來到高雄 在高雄 沒有打過一場麻將 沒有一場賭博過 這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看到韓國瑜他說 好像也有人在提醒他 會不會是有國家機器 來跟著他 當然能指揮國家機器 我們看到這兩位 蔡總統說 這個你應該回答人民的質疑 誠懇別對 你不要牽托我 我們看到蘇貞昌 他回答得更厲害了 說國家機器很忙 沒有時間搞他 很忙大家就想說 很忙的是 司焰案的國安局在很忙 現在滿頭燒 沒有時間在搞他嗎 我們要請教議員 就剛才講到 尤其是公文這個部分 包括他在裡面 有沒有批公文 好像都有人這樣流出來 不管是耳語或是有看到 我看到好像他真的是 24小時全面被監控 我覺得看到現在 我不知道有沒有 很多民眾跟我一樣 有一種覺得不寒而栗 就是任何人是不是出來 跟民進黨選舉 就會被這樣子惡整 跟蹤 全身扒光光出來檢驗 大家在想 他每一天你去拍他 就像剛剛龍介議員講 你要花多少人力物力 守在他家門口 去拍他每一天的出勤狀況 好啦 你是不是很針對 因為你只拍他上 你如果已經跟了他 有種你就順便連他 幾點回家順便一起公布 對不對 難道你只跟到說 上班了好 就回家了嗎 明天再繼續來跟上班 你為什麼不跟他下班 為什麼不跟他到處跑 去視察哪一些地方 你為什麼只釋出這個特定的訊息 我就覺得這個是很奇怪的 好啦 那巴厘島 大家說真的 我昨天就開玩笑跟我朋友說 我感覺這個很像在桌遊而已 為什麼 一邊是太太 一邊是小孩 你贏他200塊 贏他300塊嗎 不是嘛 就過年期間已經飛到那裡了 晚上沒事做 剛好飯店裡面有提供這個設施 大家就坐在那邊 然後過年打麻將或玩撲克牌守歲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家裡都會有 當然他可能講太快 他們根本沒有把這兩個連在一起 就是被抹黑人的打麻將喝酒 跟家裡人在過年守歲的時候 然後玩的麻將牌 他覺得這個是 他根本沒有 我覺得他根本沒有聯想在一起 即便我們認為所謂的打麻將 打麻將在外面打麻將喝酒 也不會去覺得說 這就是跟家裡人 這樣子也叫做一場打麻將 我覺得這不是我們在幫他辯解 我覺得所有民眾 對 共同生活這只是一種很 大家過年都會遇到的事情 這是一個 再來就是說 如果這件國家機器沒有介入的話 一個這麼小的事情 為什麼蔡英文要像剪刀槍 一樣的出來講話 總統你沒有事了嗎 連這種事情你都要出來呼應嗎 行政院長你沒有別的事了嗎 台南大家淹水知不知道趕快去 我今天還看到台南的網友在說 找尋陳其邁副院長 找尋蘇貞昌院長 你們為什麼不去台南 看看那些水災 打臉一下賴清德 所以我覺得現在跟民進黨選舉 坦白說我們只能認了 第一個 韓國瑜要認了 第二個 全國台灣民眾都要認了 為什麼 因為跟民進黨打選舉 就是會這麼骯髒 就是會這麼窝措 記不記得去年促轉會的 副主委張天靜說什麼 影射的殺傷力是最大 現在哪一件事情不是用影射的 隨便都講一句話 沒批公文 到現在還在現在進行事 開口就是九位 有哪一件事情 大家有看到證據 所以他把戰略的最高機密暴露了 對 全部都用影射 影射 影射 影射到最後其實很多民眾 就根本腦袋裡面也分不清楚 哪一件事是有證據 哪一件事是沒證據 標籤一直貼一直貼 到最後貼得他滿身都是的時候 你就看不出來韓國瑜 原本的長相是怎麼樣 因為在臉上一直給他貼N次 貼N次貼 現在不就是這樣嗎 影射是最可怕的 你拿出你的證據 剛剛說公文分層負責 我要跟大家講 我過去8年 有6年時間都在市長市 我就是處理公文的 市長市是沒有辦法 預先決定我的市長市 會進來多少公文 除非像剛剛龍介議員講的 我特地要說 這個公文調上來給我看 否則政府的公文是怎麼樣 最基礎的承辦人員 簽完以後 承上去 如果主密 某一個局處的主密 他覺得他要決 就不會到局長 局長如果覺得他可以決 他就不會到副秘書長 副秘書長如果他可以決 他就不會到秘書長 然後秘書長如果決掉 也不會到副市長 副市長如果決掉 也不會到市長 所以市長是最後一關 就是前面人都覺得說 這個公文我不能負責 這件事情我不能負責的時候 才會到市長 市長是扛最大的責任 就是好啦 你們都不背這件事 你們都不敢決策這件事的時候 我來處理 他並不是說什麼 600塊的也要我決 6萬塊的也要我決 不是 他是所有分層都不敢負責的時候 我韓國瑜來負責 所以是這個概念的 台北市跟高雄市是一樣 過去只有兩個副市長 兩個副秘書長 所以市長的公文確實就很多 可是後來變成三個副秘書長 三個副市長以後 所有業務都會分流 然後一層一層一直決掉以後 因為市長要花更多時間 去跟基層走動 去跟里長座談等等 去看實際的現場狀況 我覺得民進黨你們也很好笑 你們又說韓國要出現在那裡 出現在那裡出來 又說你要待在辦公室批公文 那你到底要他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去混淆 所謂的責任制是什麼意思 不是說什麼上班下班幾點 而是說高雄市24小時 所發生的問題 通通是韓市長的責任 高雄市有沒有更好 這個是韓市長的責任 哪怕是半夜三點發生問題 韓國瑜也會負起責任 淹水下班時間 那就不是他的責任 他們的意思就這樣 對 這就不對 他所有根本就不應該去看說 他幾點上班幾點下 而是要去看高雄市有沒有更好 沒有更好就是他的責任 如果有更好 那就是他的政績 所以我覺得不要去算什麼 公文批幾份 上班時間幾個小時 重點是 以前陳菊怎麼樣 陳菊上下班時間 要不要去算一算 假設他一天工作16個小時 13年來 高雄除了負債幾千億以外 坑洞5000個坑洞以外 然後呢 所以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今天韓市長他敢帶子參選 他就會把他的政績做好 大家去看的是 水有沒有推得比較快 然後淹水有沒有像以前淹得這麼高 然後下水道有沒有比較輕 登革任是不是控制住 是不是應該是看這一些 是啊 是 事實上這個市民們都看在眼裡 而且我們在想 你說韓國瑜他到底混不混 其實如果他真的是一個韓籍混 他真的是一個沒做事的市長的話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這麼多的民眾 都在擔心韓國瑜身體可能會不好 還巴不得希望他能夠記得 要多多的休息 來 輝文來回應一下 好 那個陳鴻昌他被開除黨籍 這是昨天的國民黨的中常會 站在旁邊蔡總統笑得非常的燦爛 結果沒想到今天蔡總統 竟然幫陳鴻昌講話 他說民進黨批評黨主席或總統 也不是沒發生過的事情 頻率還不上低 他們都過得好好的 這胡說八道 你去看那個林卓水跟李文中 還有十一寇下場都很慘 蔡總統 剛剛韓平新聞講說要不要告陳鴻昌 我的建議也是不要告 如果你告訴陳鴻昌怎麼辦 剛剛你們提到猛名嘴 這猛名嘴 以前還是中天的記者 我不講他名字 因為不重要 以送職棒是從來沒有成功過 你看 我跟你告 你就不會再告我 我們社會新聞從來沒成功過 艾宇包容應該從韓市長開始做起 猛名嘴說韓上任後沒有在批 公文都是李氏專在批 我們剛剛這個 你有沒有查證 有沒有平衡 有沒有證據 剛剛我們跟王淺秋連線 就是基本的查證跟平衡 你猛名嘴 你在友台節目講的時候 友台的主持人 跟友台的其他名嘴 你們有沒有質疑他 如果再因為我 我很難相處 我一定會質疑 你的證據是什麼 我聽來的 他有沒有看過公文 你從來沒聽來的 我跟ET Today吃飯 誰跟你講的 基本的查證平衡 因為我不是要去批評這個名嘴 因為他也要拚經濟 我就不罵他 這個嘉義秉章 戴維覺醒 這個是基本的常識 剛剛由議員解釋過 這個其實還有丁 丁就是秘書長 你看剛剛王淺秋還說 他說假章是葉匡史 假章是葉匡史 理論上應該都是葉匡史在批 怎麼都是李氏 這個都是錯的 我就不講他 剛剛韓市長說他每天被黑 他每天都被黑 然後如果他當總統 是不是也每天被黑 所以我的結論很簡單 他說我每天都被打 像地鼠 我給大家看地鼠的照片 來 這個是地鼠 我要批評韓國瑜說 你被黑了半年多 你的對策是什麼 黑暗產業鏈 每天都在黑我 我像地鼠一樣 你的對策是什麼 因為你要選總統 你的對策 尤其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要引益他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 候選人對候選人 蔡總統指名道姓 除非蔡總統直接講 不然他就是由法案人來回答 你不是找了一個 何庭換去當法案人 人都不見了 第二個原則是有證據才回應 像我們剛剛講 某名嘴他沒評沒據 你不避也不要隨之其誤 他沒證據 然後第三 應該定期召開記者會 不要接受賭麥聯訪 你記不記得 他之前講那個反送通 他說不知道 那個就是華龍舟的時候 華龍舟之後賭麥被訪問的 所以這個韓市長 你被黑了很久了 你要拿出對策來反制 不能一路被愛打 好 這是輝文提供的 韓市長的建議 可以參考看看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等一下回來 這一個禮拜韓國瑜的新聞很多 但是全部都是負面的 包括了說晚遲到 不批公文 甚至連他的競選的經費的 單據裡面都有人來黑他 他自己怎麼說 我們來聽聽看 好 我們稍待一會兒 我們來看看韓國瑜他的說法 但是我們先來請教一下 東建議員 這個不只是剛剛我們提到的 跟堅這一些 包括說連裡面單據什麼 他喝高粱酒什麼 買面膜 這個其實這一個禮拜 滿滿的新聞幾乎都佔滿了 全部都是負面的 這個就是議題的跟蹤 有人說你喝酒 然後你申報了裡面有高粱酒 你看 政治獻金拿去買酒 這就很聰動 那就可以連結 事實感是這樣 不是 你像我雙骨 人家送彈捲來 我來定期彈捲 政治獻金定期買彈捲 像桃園有一個 這個女士 他要給我關錢 我說沒有選舉 我關錢 我不能來收 後來 他就說 這幾天就送彈捲 幾百箱 那比較大箱 怎麼辦 我說好沒關係 我就幫你轉送到這個 弱勢單位 弱勢單位 當我選舉的時候 如果我收到的是這個 這個叫做 這個實務捐證 實務捐證 那你就按照監察院這樣去報 所以他報的是酒 是人家捐酒給他 那是一個金門人 就嚇唬我 出山金門高粱 所以我就嚇唬金門 金門酒給你 那像我們 第一時間說是他買的 他用那個錢去買酒 你看他多愛酒 這就不是這樣 這個白白薄 要幫你捏毀 要幫你捏毀的小孩 有話沒話說 所以像我們 我們很怕人家送 你送這個食物來 我現在雙骨 你如果拿去送給人 變成匯選 變成匯選 很困難怎麼辦 那韓國瑜這個酒 一定不敢送的 不敢送怎麼辦 他就放在城口 你夭壽你看看 那個好價錢 酒買整堆 每天喝的喝得甜甜水 就變這樣來 是啊 所以我要問一下 謝龍介議員 你看剛剛惠文不是有提供建議嗎 說一天到晚在黑函 請問一下韓市長 你的對策是什麼 對策呢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 發言團隊不是都出來了嗎 我兩三個禮拜前下去 我就說 我說你 現在不必煩惱說 因為馬上議會要開會了 開會有人說 這樣他沒辦法算 這去就好像給這個高雄市議會 對付下去 不用怕 因為已經有一半的經驗 要儲算上一家的台會 已經免對高雄市議會 所以現在他很自然 拜到拜五 上班以外 晚上下班 下班 下班 就去漏洞 他要去桌上 這樣他會把所有的行程出銷 下班 我有說 這樣你就拜中南台灣 的這個行程 夜間可以 下班 拜六禮拜 就做類似全國的 long stay的縮小班 用這樣 現在來說 記者會定期的 譬如說 剛才輝文說的那些班 那叫做 進入選舉促進的SOP 不用再等什麼 我現在沒有上班 拜五 現在選舉還沒有 沒有那些事情 這就是在拚工三 拚台灣人的行復 不用新台書家 不及小節 這個時候 你還要再這樣 這樣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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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台灣人的 幸福就掌送 在這張選舉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 聽心理俗的時候 聽心理俗 不但部隊 建筆 靈緣 變作 第一季出來了 出來了 這些人 就不是掛名 要照台 開機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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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放讓一個鎚水 每天出來 在那邊不遇 戳到沒了 你鎚水要怎麼 吵架 大家都知道 人家的鎚水都去米在後面 都派這些 豬蝦出來在你攔 用蝦水 對你鎚水 這是不對 目前這樣是不對 要調整 既然 這幹部出來了 人也出來了 PK小組差不多正行 你們有算的 沒算的 都要做戰場 現在都要做戰場 做第一線 保護主席 如果你們去救在後面 還要到韓國的出來 到清智 這個頂的完全倒兵槽 你覺得要告還是不要告 有些人覺得 應該要告一些黑函額 等新城 第一時間 我們就說那些沒落 那些到尾一定好洗 你還要讓它做洗 怕它做洗 那種的動作 直接當季就要處理 你負責對手的汁水 在那裡拿去 剛才像王世間這樣 負責小姐在車上 一支菜頭爐點多久 要收不收 不是這樣 你頂著是在對方的 萬歲之前 頂著是戴槍投靠的標準式 以前要來三國前的時候 要去逛逛 最好是可以先沾 冠軍中的手機冠來逛逛 先建功 那就是要來挖 所以這就是要用冬季去出運 冬季也有做 所以冬佛有冬佛的角色 韓國會沾對這 他就不用去打那裡 跟他打比賽 你的目標是要給台灣人幸福 真有的集他要贏 動完再動完 台面上這些人不用擲 所有人跟韓國會來動畫 什麼人可以穿上韓國會這樣 動完出來 讓你們用遊覽車載 我們都不用 你還沒有我們一半人 跟揮文有志一同 揮文 好 休息一會 等一下回來